主料,水膜糯米粉150克,生粉40克,色拉油45克,牛腩275克,棉白糖50克,主料,紫薯两个,红豆120克,冰糖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-2小时,紫薯去皮切薄片放入蒸锅上蒸熟,红豆放入适量水,冰糖,放入高压锅上煮, 听到吃吃声音后开中小火,继续煮15分钟左右,取出煮烂的红豆,我用打蛋器稍微打了一下,锅中放入20克食用油烧开,放入煮熟的红豆,开大火,保持中火炒到油,全部融入豆沙中即可,煮熟的次数一压系,放入25克牛奶,用电动打蛋器打一下,有料理机的最好用料理机操作, 然后放在豆浆机上往上面压过筛,就成了细腻的紫薯泥,将糯米粉,生粉,糖,混合,加入牛奶和色拉油,搅拌成无颗粒的糊状,搅拌好的糊状里放入紫薯泥,搅拌均匀,将搅匀的粉浆放入蒸锅中,用大火蒸至凝固,大约15分钟,中间可以翻拌一下 保持受热均匀,蒸好的糯米团放凉至不烫手,戴上一次性手套,只一小块粘团按扁,放入豆沙馅,像包汤人一样将馅料包起来,放在衣容里滚一圈,这均匀的粘上衣容即可,全部做好后,放入冰箱冷藏两小时以上,不会更加烹饪技巧,蒸好的糯米团比较粘, 如果没有一次性手套,可以在手上沾一些凉开水,防止粘手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近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